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新的運算子 所謂新的運算子就是它不是加減乘數的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平常我們數學裡面都會有 加減還有乘除 這就是運算子那我們今天就是不要講這部分 就是也用新的就是你認為 它不是加減乘數的部分 那因為概念就是說我們可以平常 用這個其他的圖案或方式比如說 我在這邊畫一個 一個圓加半圓像螺絲起子的那個螺絲 那我們這邊可以放兩個 放兩個這個位置數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講的新的運算子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等式 比如說這一塊部分我們可以代替成 8x加y 如果我們今天用這個方式去做代替 代替的話我們想想會做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今天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今天沿用新的這個運算子 然後我把它寫成2 然後一個螺絲起子圖案 然後3 這會變成多少呢 大家可以現在算一算 大家可以現在算一算 可以不用理會這個影片 可以暫停 因為我等一下就要講答案 好 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我把它這個 新的預算子放過來 這邊 再變成2 左邊把2 右邊擺3 也就是可以代替換成這個 有沒有看到 我這塊部分的就是x 代表x 那這塊部分的就是代表y 所以我們可以將x等於2 x等於2 还有 y 等于 3 右边这边 y 等于 3 用滑鼠所以有点丑 去带进这个式子里面 所以可以看到说 如果 x 等于 2 的话 那放在这边的话 2 这边变成 2 所以 8 乘上 2 等于 16 好 我们如果这边 y 等于 3 y 等于 3 然后 y 这边 等于 3 所以是 16 加 3 会等于 19 我们看到当新的运算指方在这时候 右边这边 x 等于 2 然后 y 等于 3 我再用个题目 出个题目出来 看能不能新的画面出来 好 这个可以让你去运用新的 可以想到所有的 那我今天如果用个新的运算指 叫三角形 然后一样我放两个 位置数 x y 我可以放一个 z 放在这里 z 那我新的 它这个运算指可以代替什么呢 那我可以假设它 x 加 y 除以 z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新的 位置数里面会带一个新的 新的数字 我们带进来 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一样 如果一样三角形 三角形 然后我这边会带一个 2 然后我这边 y 对 然后我看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好 等于 这边不要 那我们一样就是 我们这块部分 左边这个是 2 所以是 x 等于 2 那 y 这块就是 y 等于 8 啊 你可以看到这边 z z 这边下面 z 等于 4 那我们可以运算结果 可以出来 2 加 8 等于 10 啊 除以 4 啊 这个就是 啊 这个代号式子 啊 可以 等下可以 啊 约分 然后会比较 会 小一点 这边可以除 共 共除 这个以后 啊 会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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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